政團的消息 來看國民黨跟國台民打不打不打 也讓郝友宜要選總統越來越選 郝友宜今天又出國官 說黨情黨議是他無辯的本質 郝友宜說 因為要加強當來的政策 他跟韓國儒約見面約三次 但是韓國儒都他 臨時有事出銷了 添對這個說法 從看作是韓國軍的紅千秋來表現 說不用過度來消費到韓國儒 郝友宜又來發話 說什麼方向都是有情有意的兄弟 在一段時間裡面就可以一萬一針 我生意的感受 當到警察臨替他們出國 郝友宜主持第安會沒有聽各幾人 嚴格當來各幾人 三國要把他們換掉 前一天聽過中相會 在天生飯店吃飯 新地會說給過台民族代是一個選擇 甚至團成名在中相會會準備好提案 要求當中央將總統拿名三個段政客 做得到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難免有一些障礙 我不但會超越障礙 我更會往前衝 不過郝友宜勝算的障礙是越來越大 因為前一天王建廷押了 比安的界外去引起到過重的不完 如今相會的關係是越來越難求 對郝友宜的選情是更吃軟 在整個班的過程當中 對人跟事 會以拜光光為最大的信仰 所以重情重義 重承諾是否不變的分子 郝友宜要化解參親的關係 之前說三邊要約韓公主來紀念 但是韓公主都以臨時有事來出銷 這讓韓家軍的人說不要再利用韓公主 如果是真心想要用 總有機會可以出生 其實韓先生跟我一樣 都是有情有義的兄弟 尤其他講愛跟包容 我不是比了一個二號 關懷包容變成一個愛心 天貴牌上維陽有色 加上郝友宜和韓公主心甲還沒透過 專門回營前有個出現要做郝友宜 換掉聲音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贊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 謝謝以及既然 足夠全滴 我們可以去追上 因為小dens消息 可以吃什麼